本地感染個案共有5827宗 有163宗的輸入性個案 新增了17宗的死亡個案 7間的院舍是有新增的個案 包括了有5間的安勞院舍 涉及5名的院友 2間的殘疾人士院舍 亦都涉及一共有2名院友 這7間院舍總共有28名院友 被接觸者需要接受檢疫 在學校方面一共有746宗個案 18間學校有個別班級 有聚集性的情況 我們都建議了相關的班別停過 在疫情方面我們都比較清晰看到 疫情是真的穩步向下的 自9月8日以來 7天移動平均數字是逐步逐步下跌的 都持續了接近2個星期 所以我們現在都可以比較清晰知道 可能高峰已經過了 疫情開始回穩 現在都是一個我們會看到 疫情開始穩定的時間 都是一個黃金的機會 如果未完成接種接種的人士 包括尤其是一路一路 就要把握時間盡快接種 讓社會可以慢慢邁向一個伏償